近日,美国佛罗里达州发生惊险一幕,一名74岁老人,牵着宠物狗,在养老院附近的河边悠闲散步,突然一只鳄鱼从水里冲出一口咬出小狗。 老人当时身穿白色绵衫,最终叼着一根雪茄,见爱犬被鳄鱼拖下水,老人没有犹豫,立刻跳下水与鳄鱼搏斗,不顾自身安危直接徒手,将鳄鱼的嘴掰开,帮助爱犬脱离魔口。 狗狗成功破旧后,老人表现很是淡定,即便几乎全身湿透,关键全程嘴里的雪茄都没灭,真是抽烟,打怪,升级,酒狗啥都不耽误。 小编除了感动还想说一句,你大爷不愧是你大爷。 事后,老人带爱犬去宠物医院做了检查,除了小狗的肚子上有一个洞,其他并无大碍。 老人也表示,当时鳄鱼突然袭击,他也没多想,只觉得小狗的生命就掌握在自己手里了,所以才会毫不犹豫下水营救爱犬。 手虽然很痛,但是爱犬成功过就也是值了。 这惊险刺激的场面,是被国洲野生动物协会与保育团体的摄像机拍摄下来的。 他们表示驾设摄像机的目的是分享当地生态,没想到会上演人恶大战。 虽然野生动物有时候很可怕,但是既然同在一切土地上,安全第一的前提下,和谐共处才是自然之道。 现在老人又狗都离河边远远的了。 美玩美聊,看看播报。